台湾本土疫情掀起挑战 总统蔡英文就在脸书po文 大赞防疫团队成绩相当好 不过新北市长侯友宜罕见开呛 说自己每天都在第一线 倾听人民的声音 了解人民的痛苦 绝对不是总统说的那么一回事 陈时中则是替总统缓夹 相信总统是出于对全体国民关心所说的 而近来快筛世纪的需求量大增 行政院长苏贞昌也在院会中指示 这两个月要进口的快筛世纪 都要尽可能提前交货 512国际护士节这一天 蔡总统脸书上感谢第一线的护理师 撑起台湾的防疫网络 疫情爆发以来 防疫人员坚守岗位总统大赞 这是最努力的团队 成绩也相当好 但有人却不这么认为 我每天都在第一线 倾听人民的声音 了解人民的痛苦 绝对不是总统说的那一回事 地方首长的看法跟总统不一样 那我相信总统还是出于 就是说对全体国民的一个关心所讲的 那当然很多事情可以进一步的来讨论 陈时中替总统讲话 不过侯友仪气冲冲不是没有原因 因为现在都在抢快筛世纪 行政院长苏贞昌院会上要求 加速快筛世纪多元供应管道的进货 特别是预计五六月到货的进口快筛世纪 要提前交货 要缓解快筛季需求的压力 日前前副总统陈建仁在接受英国卫报 专访时就曾坦诚政府的确快筛世纪准备不够 但这番话被外界扩大解读 陈建仁在做出澄清 因为Omicron来得又快又猛 所以我们早期确实有快筛世纪不足的现象 但是这个问题在最近已经得到很好的解决 强调当时访问的时间是一两个星期前 目前快筛世纪都已经足够 各项防疫物资无余才能面对现阶段的防疫挑战 记者 萧北黄才 台北报道 萧北优优独播剧场